大家好 欢迎来到Sophiezo加拿大 我是Sophie 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你认为2023年加拿大房地产市场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一 继续加息 房地产市场下跌 二 暂停加息 房地产市场平稳持平 三 是央行降息 房地产市场上涨 在我分享今天的内容之前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如今经济研究院认为 加拿大已经进入温和衰退 衰退将持续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 激进的货币政策紧缩 高通胀 较低的家庭消费支出 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将导致GDP从最高峰到低谷下降2.3% 住房价格正处于重大的调整之中 预计价格将下跌30% 然后在2023年触底 加拿大住房投资和房屋价格指数的下降趋势从2022年开始 将持续到2023年年底 住房投资是一种对货币政策引起的利率变化 最为敏感的一种投资 可以说加息不停止 住房投资就会持续减少 在移民大量涌入的情况下 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将使失业率 从目前的5.1%提升到2023年底近8% 2023年通货膨胀率将下降 但仍高于央行2%的目标 总体CPI通货膨胀率将从2022年的8.1%放缓 直至2023年将低于3% 加拿大央行不太可能在2024年之前 将政策利率下调至中性利率水平 而主要的财政刺激措施不会到来 为避免破坏加拿大央行抑制通胀的努力 除非经济衰退特别严重 否则不太可能出现重大的财政刺激措施 关于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预测 你们怎么看 是太悲观了吗 那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见